你 拜託啦 你敢騙的啦 你不我這樣啦 拍出所遠景來到民宅 開門見山就告訴阿姨 你被騙了啦 遠景顧口婆心幫忙勸說 直言這種案件辦很多了 套路都一樣 說要來台灣跟你生活 需要一筆錢退伍 連問都不用問 警察先生都背得出來 說了老半天阿姨 這才願意交出手機 看得滿滿的抱抱愛心貼圖 遠景臨機一動 不然請敘利亞軍官說幾句 敘利亞話來聽聽好了 台中務方這位73歲王阿姨 日前在臉書被人搭訕 護家LINE開始聊天 一名取名王晶的中年男子 想要離開戰場來台灣陪王阿姨 需要一筆退伍費 這萬年老梗還是讓王阿姨 掉進陷阱 跟兒子開口借了38萬 卻不說原因 家人只好拜託警察來勸勸他 警方表示交友詐騙層出不窮 看在警方眼裡都是老招式 還是有不少民眾長輩會上當 提醒民眾可以關閉通訊軟體 被陌生人加好友的設定 使用社群軟體看到陌生人加朋友 也不要隨便同意 以免落入詐騙陷阱 TV新聞賴沖龍台中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